将野生动物炫化变成商品 在人类历史上从古延续至今 无穷的欲望使到人类的宠物 从一般的猫狗变成了老虎 蛇等野生 甚至宾威动物 在哥伦比亚捕抓野生动物活动尤其猖獗 人类只顾满足好奇心和需求 却忘了物种安全和生存 严重受威胁的动物正在哭泣 人类与生俱来的征服欲和贪性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但当利爪伸向了野生动物 灾难性的悲剧由此诞生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第二丰富的国家 哥伦比亚 盗猎野生动物活动极度猖獗 从罕见的野生动物到宾威动物 不管是非法或有准证的 本地或外来物种无一不放过 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这些动物从野外抓来后 被圈养在龙子里或动物园 在人类有系统的训养下 脱去了原来的野性 灵魂和尊严 认真观看 翻开人类训养动物的历史课本 猫狗等家畜 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增长的征服欲 老虎 美洲狮 蛇 蜘蛛猴变成了最时髦的宠物 但买卖容易 训养难 而人类往往高估了动物的适应能力 像猫科动物 它们就需要花费好几年才能适应自然的孤独 一个弄不好就可能抑郁而终 即便有的幸运或旧 但长期与人类生活 有了深厚感情 失去了基本生存的本领 它们已不具备放归野外的条件 人类一时的新鲜感 给动物带来的可能是一辈子的创伤 联合国数据统计 非法物种贩运的市场规模 每年介于100亿到260亿美元之间 是仅次于贩毒和人口走私的 全球第三大最赚钱非法生意 单单在阿布拉山谷 哥伦比亚野生动物组织 每年拯救5500只野生动物 2017年 当地警方甚至拯救了23600只动物 而在获救野生动物中 有七成动物幸运地回到它们的栖息地 但遗憾的是 这是一场人与动物的角力 无止境循环的抓捕和犯规野外 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因为只要一天还有供需存在 那这将会是一场无止境的生存抗争